大家好,欢迎收听日根频道 又是我论手频道MC兄 今天有几宗新闻想跟大家讲一下 其中有三宗新闻我觉得很奇怪 还有这三宗新闻我觉得是有关联性的 也跟大家讲一下美联储加息的问题 还有国内房地产新政策的问题 在听话之前,请大家帮忙分享,订阅和按赞 论手频道也帮我订阅一下,好吗? 先帮一下,谢谢 首先讲一下那三宗,我觉得很奇怪 还有关联性的新闻 第一宗就是上个月尾,27号那天 我们伟大的主席又接见了美国工商界 我觉得很奇怪,又是那群人 跟去年三藩市一样 又是黑石,高通,哈佛大学那群人 还有美中贸易委员 刚刚见完没来又见? 在见之前,有全习主席也不想见他们 可能也跟我说的一样,什么时候又见? 刚刚才几个月前才吃完饭 说的也差不多 都是什么,穩住外资啊 然后又 穩住中国啊 然后又说是减低风险啊 就不是美中脱欧啊 就不是脱欧啊,是穩住而已 减低风险而已 说来说去,都是好像见完也等于没见,都是没什么结果的嘛 还有,那群人,好像上次三藩市完了之后 黑石都跟着立即撤退啦 还有基本上,美国商界,在大陆的东西都切得七七八八啦 在香港啊,等等 还有什么谈论呢 我觉得很奇怪啦 这个是其一 第二单就是 接着就是耶伦,耶伦访华 在广州见了李强 这个耶伦去年又才来过而已 又来?来得这么密的 而且他这次又说我们这个中国产能过剩啊,什么什么的 喂,第一 产能过剩 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向都是的啦 是不是呀 之前就三副鞋物啊,就产能过剩 现在就那些solar panel啊 那些什么多晶贵啊 电池啊那些 你现在又说这些产能过剩 都不是第一天的啦,长期都是的啦 这个是中国特色来的嘛 见哪样东西赚钱 你们外国人需要 那就是拼尽全力举国之力的生产啦 是不是 都不需要你耶伦又在那里说啦,对不对 而且 喂,耶伦是管钱的啊 产能过剩这些,是不是应该是美国那个商务部部长呢? 应该是雷蒙多去才对啊 那为什么又会拌尽全力举国的饭呢? 我真的觉得奇怪了 你是管金融管钱的嘛 是不是呀 产能过剩关你的春事啊 我真的非常觉得奇怪 这个第二单 第三单就是 耶伦一走了之后 这个世贸集团立即给建行 在香港申请他清盘啊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这个恒大,碧桂园之前 你死都不肯给他们清盘 死都不肯破产 这个世贸完全没有迹象的啊 假装一声 你还要建行申请他啊 喂,你建行 都叫做自己有啦,国企啦 很突然啊这个消息 正正在耶伦走之后就立即这样做啊 那我就觉得 有可疑了 这个阿婆走得快的啊 一定是有古怪的啊 再翻查这个资料啦 在这个3月1号呢 就有一段新闻 就说有传这个得意志银行呢 就有意向这个世贸集团呢 就申请破产清盘的啊 那将几单东西一起想呢 你当我阴谋论好,什么都好 好了,会不会这个美国商界和耶伦访华 此行的目的 真正的目的是 向中国追溯啊 那我就在想 咦咦,那帮小伙子会不会摆门啊 你知道,美国佬最流行摆这些门的嘛 没理由的啊 刚刚才见完又见 你那帮美国商界有什么好谈呢 说来说去,三福匹 思绵匹,冷气匹,羽勇匹 你都撤退的了 还有什么谈呢 没什么谈的啦 然后回头 耶伦又去中国 喂,你耶伦管钱的 产能过不过成,关你什么事吗 应该是雷蒙多港的嘛 这些商业上的东西 那回头耶伦一走 这个建行立刻在香港申请世贸破产啊 立刻清他盘啊 那真是很可能去追溯的啊 来一招先下手为强啊 那肯定是死人嵩漏啊 都是我们自己有清了这个世贸盘先 不像恒大之前那样 在美国那里清了盘先的嘛 恒大,变相转移了资产去美国 是不是啊 你知道啦,现在 这个环境,外汇很重要的嘛 而美国那方面 他就去追溯,那你知道啦 就去追债仔还钱 你或多或少要顾及一下那些债仔面子才行的嘛 是不是啊 债仔发烂差 不还钱 钱啊没有啊,命啊一条 那怎么办啊 那外面很多那些 经济学家啊 那些评论人啊 常常都说 我们伟大祖国啊 那个经济 那个房地产啊 市场啊 十个煲 只有九个盖 我说他们完全是不知道那个国情 我们实质祖国啊 伟大这个中华文化 弄煲是不会弄盖的嘛 根本一个盖都没有 什么弄盖啊 神经病啊 是不是啊 有材料弄个盖啊 不如弄多个煲好过啦 是这样的嘛 啊 还有啊 那些央企啊 国企啊 一定在这个美国那里啊 那些银行 借了很多钱啊 那些基金啊 什么的 实力帮他买了很多债券啊 喂 那不可以爆锅的啊 爆了出来说 原来在中国 那里一大笔的烂数 收不回啊 好影响那个本土经济啊 对不对啊 但是我想呢 都是谈不完的了 因为 耶伦 谈完回去之后 都发烂了 又说要打贸易战 什么成 对不对 那我猜呢 当时实质情况呢 是这样的 不过 你虽然是这么出色 始终 行有行规 无论如何 你都要找到昨晚那条过夜送 我还估计我们的交往 是建筑在感情之上 想不到 原来都是一盘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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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的 有一盘给你了 但是近百英食斋 没什么人放尘 不如这样 拿一手猪肉回去顶着素 粗粗地 谢谢 没错了 我们中米关系 建立于感情之上 你追我还钱也没用 是不是 我们债务违约都违约到惯了 钱也没了 命也有一条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我估计接着来很多央企国企 都会在香港申请破产 清盘 希望不会 大家当我发梦乱想 当我乱说 当我故事听就算了 无谓 也无需太担心 说开这个耶论 说一下美联储 加不加息 减不减息 这个问题 联储局 都一拖再拖 仍然是维持利率不变的 加了上来 就没变了很久了 没变了几个月 听听众都知道了 我一早估计它 是不会减息的 其他那些 讲财经 又说 今年已经进入了什么 减息周期 我断言 绝对不会减息 加不加息呢 就真的未知 可能 我现在估计可能 都会加多一次息 为什么呢 因为自从加息之后 美国的经济 和通胀 完全没有影响 而就业方面 仍然很暢黄 包括走了线 偷渡那些 个个都有工做 虽然是通胀 物价是比较高 但是人人有工做 人工交 就业 暢黄 所以它也没必要减息 所以 和 又说 要打贸易战 和中国 又要打金融战贸易战 如果减息 对谁有利呢 减息是对中国有利的 对人民币有利的 如果加息呢 中国脚震了 联储局加息 美金如果加息的话 人民币就很可能就会 傾卸了 所以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它要减息 所以就 或者再详细一点 直播的时候 再和大家探讨一下 最后这件事 由于这个 世贸被清盘 Locky仔都交代我 这个新闻就和大家 分享一下 和大家评论一下 这个是 中央社的新闻 据数据显示 中国清明假期期间 4-6日 20个代表城市 新屋的日军成交 面积由2022年 下降了31% 各级城市 新屋 日军成交 面积 都比2022年 假期下降 其中一线城市 降幅比较少 六媒的经济观察网 引属中国房市研究机构 终止研究院 昨日公布 终止研究院 真是好笑 终止研究 研究的终止 大陆的词 真是 好搞笑的 报道 终止研究院 由去年清明假期 近一日 4月5号 因此今年主要 和二年同期做个比较 分析 房市表现来看 部分城市在前期政策优化下 市场热度一略有就回升 核心区项目 到访量 较节日前 有所成长 但整体来说 消费者观望情绪 都是有的 大家都是先看清楚 终止研究院 指出 今年清明假期期间 多地售屋推出 多种优惠活动 真是搞笑的 我听都没听过 听过这个圣诞大囚宾 新春大囚宾就有 清明 都有大囚宾的 原来 真是 奇怪 能人所不能 中国特色 清明假期大囚宾 部分城市 优质建筑 维持一定的热度 冷热分化现象 也很明显 有些 很旺 有些 一般 继续唱好 具体来说 部分城市情绪 有些收幅 信心指数有些收幅 比如北京 青岛 郑州 政策带动下 到访量又增加 上海受出游 和供应 罚力影响 假期市面 都是一般的 预计随着供应的改善 供应端的改善 市场活跃 有望转好 武汉 南京 这些 市场观望情绪 都是延续 都是看定些 最后这个中子研究院 结论 国内的房地产 市场活跃 差得来 有些 见好 好得来 有些人好像没什么信心 整体观望 将来也都是向好 总之是好好好好 碰碰碰碰碰碰 还有国内近期 这个住房推行已旧换身 什么都已旧换身 还有那些电机也是已旧换身 交通把电机都收下来 然后你们就买过新的 住房 收下来 然后 扣回四成 你们还要付六成的钱 有新屋住 主席说我们进入小康社会 中国人很有钱 你们收下来的钱干什么 房子旧了就要换的 买一部新的电机渣 总之那些东西旧了就不要用 扔掉它 老婆旧了 扔掉它 换个新的老婆 老公旧了 扔掉它 换个新的 明白 实行强迫消费 推动这个经济 内循环 不断循环循环 诶 大家把握清明大囚宾的机会 或者是否下一岁就到 重养大囚宾呢 重养大囚宾 这条片到这里 我都要研究一下中指先 录片都录到中指有点抽筋 中指研究 大家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扔手频道帮我订阅一下 中指抽筋 再见 cable 继续 Vel吗 继续 什么